中學期間是最好的 大家在不同地方來的 不過大家的背景都很接近 很多同學都在草根階層 有些住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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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些住屋村 有些住在新界 家裏是 有農村 每天追火車上學 我也有印象 我那時候有些同學是上水 坐火車的 上水 古洞 洪水橋 青龍頭 來自不同背景的 很多不同的書友 也很好 很快 大家很容易融合 我記得 可能大家 都差不多 那個背景 又不是很 有些 很名下 或很高級 大家要鬥高分 鬥厲害 鬥排名 可能會有很多 競爭 我們又不是這樣 平時都是 不是很讀書的 玩一下玩一下 然後 考試才讀一會 我記得 那時候讀書不是很大壓力 特別 中一至到中五 都 一些讀書壓力都沒有 甚至考會考都不是很大壓力 不是很大壓力 你不斷發一點力 才能搞定 別人的同學 可能晚上在那裏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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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不斷發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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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